好,問你怎麼做雅音編組呢? 我們看到在這個地方 View 你可以看得到現在有哪些通道被編進去的這個雅音編組 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 Mixbus 1 他現在有11個通道被編進來 然後呢 這個12個通道 第12個通道 他現在顯示為藍色 那他有沒有雅音編組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 他也是雅音編組 所以 你要查看你的雅音編組 你就是從這個地方按View進來看 Mutigroup View 進來 你就可以看得到 好 那Mutigroup 2 他有哪些被編進來呢? 2324到28 我們看一下2324到28 28 有 在2 所以他那邊顯示的顏色是什麼意思 我當前這個通道條的顏色 他會顯示在這裡 好 那在這個地方 他的雅音編組點亮 這個地方就等於是這個地方 所以他的觸摸屏 我覺得他是預留給後面的一些機種應用 或者是你雙重控制 他都是一些好事 OK 那請記得一件事情 他的Mutigroup 有一個特點你要特別小心 當我的雅音編組被啟動之後 他顯示為閃紅燈 有沒有 如果我對他常按 對不起 他不會消滅 他不會消滅 可是當我把雅音編組取消之後 他會繼續維持 所以不要嘗試的在雅音編組的時候 去對某個通道做雅音 他會繼續保持 而不是消除 臨時性的被消除 好 那這個是目前在WIN 1.1版本裡面 一個比較 棘手的一個問題點 那提出來跟各位提醒一下 這樣子 那他目前沒有辦法按住 然後去做編輯 他是沒有辦法的 他目前是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操作的 好 那所以說 請記得一件事情 我要編輯雅音標籤 就是進到Home 進到Tech 好 來這邊做點擊 還有記得一件事情 不要任意去編輯兩個雅音編組標籤 他會導致我某一個雅音編組 會即使關掉了 另外一個如果還是雅音編組的時候 他這個通道聲音還是出不去的 好這個是一個 各位必須要知道 注意的地方